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兒 今天這條影片會帶大家去米蘭 威尼斯 佛羅倫斯 羅馬 彼薩 拿玻里 和帕斯坦諾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接著看下去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兒 我現在已經來到意大利啦 今天就會帶大家去米蘭 第一站我們去了吃薄餅做午餐 為什麼我有點東西來吃最厚的薄餅 超級大一塊 還有如果你們是一個人來旅客的話 想吃薄餅的話就可以吃這一間 因為它一個屎嫂一個屎嫂這麼多 這個薄餅是蠻好吃的 不過它就鹹一點 會比較適合重口味的人 這個味道很好吃 但是有點鹹 正式宣佈陣亡 交給你啦 剛才試了它的芝麻味 超大的 其實加了兩歐 連東西喝真的蠻低的 為什麼這個是不水的 它偏朱古力味會比較多 嗯 意大利真的很熱 現在夏天來意大利做好心味準備 下一站我們去吃Tinamisu 我們就叫了一個Nutella美肌 吃一群的薄餅都聞到Nutella的長節上去 下面就是那個Tinamisu的蛋糕 現在我就來到這個感恩性夢園 因為來米蘭其中一個很想看的東西 就是最後的晚餐的增值 看我講完先 看不到 因為梳豆 唯獨最後的晚餐這張票 我是一直都買不到 一直都沒見過有票的出現 然後本來就打算今天現場過來碰一下 運氣 看會不會有機會有果然 誰知道是沒有的 我們就來到DM 因為大家看到我黑了很多 而且是瘋狂了 買了一些面膜 然後這一隻呢 之前我在德國買了一塊來試 非常好用的 皮膚很綿滑 在德國買的時候是一個幾歐 然後這裡在買兩個二歐 買了一堆了 來到Starbucks 叫了Eargoo 敦出地 上面應該是Crimbole 然後有Brown sugar的Cappuccino 太熱了 夏天來而帶你 我真的曬黑了兩個度 很期待 如果我經過的時候 看到它的poster很吸引 就進來 喝一下 哇 好有喔 晚餐呢 我們就去了吃手工pasta 分別呢 就點了一個Carbonara 還有點了一個燉牛肉 蛋黃的意粉 剛才我們20日的時候 已經看到它們在門口坐著的意粉 如果本身是喜歡吃一些蛋牙的意粉的話 這間我會挺推薦 但是它還會收一個留位費 所以其實買單也不便宜的 本來呢 我們也打算去這個人骨教堂 但是因為它星期六日是休息的 所以這次我們很可惜就看不到 嗨 我現在已經來到Y尼斯 這次的這間住宿 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所以我們來個快的room tour 然後一進來就是這樣 它有微波爐 還有一些很基本的儲具 如果大家想簡單地在這裡煮東西吃 其實都OK 沒問題 這裡就有化全身鏡 在火車站旁邊 還可以煮東西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進來這裡有一張桌 抱歉有點亂 因為已經在用了 然後是一張超級大的床 廁所 都很乾淨 站起來 還有位置都很足夠 現在我們去吃M技 先治療一下圖 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玻璃島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它叫玻璃島 就是它以前很出名在製造玻璃 出名島 以前的威尼斯政府 就是不讓任何製造玻璃的商人 離開威尼斯 因為就是怕他們這個技術外流 雖然現在我製造玻璃 都已經變成了一個夕陽產業 有很多店舖是賣一些 用玻璃製造的手信 大家一來這個玻璃島 都主要是逛逛這些東西 這一站因為太熱 我們先吃一個豬拉桃 很辛苦 我們現在走完這個玻璃島 早安 因為昨天去完那個玻璃島 都已經晚了 所以今天才會去威尼斯的本島 還有會去採飾島 就是一間黑松露的店 店名是這個 試吃完之後真的挺好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來買 芝士味和原味是最好吃 還有一些橄欖油 超級多 我全部都是黑松露的產品 很多面具 之後我們就去了吃一間 挺有名的Gelato 所以我都來排隊 試蝦 這個Chrome是可以加錢 換一些其他的 老實說 真的挺好吃的 大家來到可以試一下 下一站來到這個沉船書店 所以說這杯東西 周圍都看到 真的很好奇 究竟是什麼 因為書店裡面實在太多遊客 所以其實你不會有時間 可以停下來拍照 整個金谷好像被人趕牛一樣 但是我是那隻牛 威尼斯 經常都會開平年上升 然後她的書店 書店都被人浸透了 但是她現在就變成一個 遊客勝地 剛才進去超級多人 可惜啊 我沒有帶到澳門幣過來 我看到這裡好像是沒有澳門幣 因為歡迎見到澳門人 將你們的澳門幣在這裡 廣門幣 很濕耶 很好吃耶 臉好 我咬一口 像那個日子在米蘭直島 是手工太棒了 我選擇意大利麵 想不到多好吃 這個意粉 重新讓我學會什麼 人不好貌相 真的多好吃 想說這個pasta 我們是點了蕃茄味 本來我以為是很普通的茄醬味 但吃下去有很大股的蛋味 現在我們走去炭色橋 終於來試一試 來一杯東西 現在先試 先試一下 很重的酒味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彩虹島 但其實好像說現在威尼斯政府說 如果那些屋子想變顏色 你知道什麼要申請嗎? 即是它不可以自己 我喜歡粉紅色就有粉紅色 今天來到佛羅倫斯 現在就去出發吃第一餐 我們來到一間非常有個性的桃鴉餐廳 真的整間餐廳都充滿桃鴉的 試試它 很好吃 這個牛排我們點餐的時候 是不能說話要很成熟的 它不粗不韌 然後有很多肉汁 但它是煮得很熟的 差不多全熟 白花膠糖它在維修 應該沒有得進去 今天吃芝拉圖 耶 吃芝拉圖 我們點了一個檸檬 一個優格味 那個檸檬味超好吃 你身體本身不是很喜歡吃檸檬食物的人 但是 它的檸檬味超新鮮的 在意大利吃多一點芝拉圖 24元左右 兩個球 在香港賣多少錢 現在就來到這個聖十字教堂 本來打算來這一間 去喝一個 Tiramisu Coffee 我看大家對它的評價超級好 誰知道 下午4點已經賣光了 我點了另一杯 焦糖海鹽 拉圖 也很期待福羅來斯 真的有很多好吃好喝的東西 它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卡拉圖拉圖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飲品有些粒粒 鹽默的東西 在這杯飲品裡面 就是你在香港 沒有可能喝過這種咖啡的味道 最終會喝甜的才會喜歡 如果喝了Expresso 或Long Black 就未必會喜歡這一杯 下一個地方再見我們 下一個地方再見我們 最近意大利是38度 我正在用的粉底也是這支 Lankham他們的 我試過幾天去羅馬 會是40度 所以也是靠它 我們第一餐來吃 這個有些人說是全佛羅來斯 最好吃的三文治 我們第一餐來吃 哇 像Subway 是艾燕繩整號的 Inferno 然後10歐 但是10歐是兩個 超級大 太大了 不知道怎麼咬 這個包很脆 學習槍 眨眼我們就來到Pizza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陰天的關係 所以現在很涼 沒有太陽 又不用戴太陽眼鏡 走過去 看比薩斜塔 哇 已經看到了 其實真人敢看呢 真的挺車的 沒有過一間Cirato 決定過來吃 現在每天都要吃一次 不吃呢 有些不太舒服 Yogurt好吃 好 好 眼睛回到佛羅倫斯 說點美食 大家會想起一點 是不是一定是這個 T骨牛扒 沒錯啦 所以現在呢 我就要準備去吃這個 T骨牛扒 我現在去的這一間 就是我都幾多朋友 推薦我 說這一間是一定要吃的 所以 現在跟我一起去 現在時間是五點半左右 我們過來已經要排隊 大概是25分鐘 在Youtube上面真的見過 無數次了 已經 超級期待 頂頂大名的牛扒 好了 那現在就是萬眾期待的 第一塊 怎樣 我反應了 因為呢 它是一塊貴的牛扒 所以呢 所以呢 達到它這個價錢 但是不會有 嘩 這樣的效果 但是很好吃的 其實也是很有肉汁 現在我們來到 喝這個 Avocado 但是我想說呢 其實它有另外一間 很出名的店 但是那間 我去的時候 它就休息兩個星期 在Google找到另外這一間 都好像評論不錯 這樣 就過來喝一下 它上面那個Ice cream 我就選了最保守的 朱古力 嗯 現在開始 不錯不錯 挺好喝 啊 喝完了 這個真的是一個超級好的Good ending 我這杯咖啡 是很結尾 嗨 瞻眼睛 已經來到羅馬 這裡是粉送飯的概念 我自己就一般 因為那兩個都不太喜歡吃 但是我男朋友就選了 所以是綠色那盒 一會兒拍給大家看 就是出名便宜 它一盒就是5厚 而且它是百年老店 開了很久 這個許願池是人山 人海 全部都是人 下一站 我們就去了吃 它自稱自己是 全世界最好吃的Tiramisu 它的Cream很厚 大家熟悉的那盒是Tiramisu 它這裡還很出名吃 這個肉丸 我們還點了一個Carbonara的Food館麵 是蠻好吃的 但是有點漏 所以建議兩個人點一份就好了 登登 這個就是那個肉丸 它四顆都蠻大的 吃剩的Carbonara 怎樣吃下去 它真的很散 但是呢 它的肉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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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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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出發去梵蒂岡 這個世界上最小的國家 現在已經到了 這個櫃場裡面就是梵蒂岡 雖然它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 但是 它是有住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這句話呢 以前上座教堂的時候 已經背得滾瓜爛熟 這個教堂呢 這條隊在這裡開始排了 拍… 拍… 已經整個去過一個廣場 了 教堂它是免費的 所以不能預約時間 所以要進去 但是一場來到 你沒有理由不去排 對吧 給我的感覺呢 比起教堂 我覺得像是一個博物館 我們現在就去梵蒂岡博物館 我們已經遲了少許到 不知道會不會讓我們進去 這個天花板真的很壯觀 除了有畫之外 它還有雕像在上面 我經常都覺得這些教堂 天花板才是重點 然後最有名的創世紀 裡面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就留給大家過來用眼睛去Capture 看不到我身後面的隊 去吃一間挺有名的Pasta 好啊 這個意粉呢 我自己就反而覺得有點硬 所以不太好 本來想吃這個包 但是已經賣光了 其實點了它這個牛肉 咖啡沙冰之類的東西 嗯 沙冰很好吃 好濃的咖啡香 羅馬斯基督的 是來 就是這個 羅馬斯基督的機場 它說來推薦大家 5點半這個小時來 因為是完全不用排隊 人是超級少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一點人都不多 你在這裡想怎樣拍就怎樣拍 講起耳大 μου 大家我也想就是吃Pizza 其實今天我來到Margaretta Pizza的法院的拿 JACK Italian 而且我看到它的價錢太震驚了 我想這些那麼出名的食物 怎樣都要十幾歐一個 誰知是六歐 我們買了兩個 這是他們最出名的Margarita 我們買了回酒店吃 因為我們酒店是在薄餅附近的 第一款當然要來吃這個Margarita 先吃吧 它的薄餅很薄 超級薄 而且它好像炭酵的香味 它第一口味很汁 很驚訝 番茄汁味都爆了 現在我們來試第二塊 好重的香草味 這個薄餅我們都排了一小時左右 可以來試一次 如果不用排隊的話 我會給它滿分 我們點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這個五歐而已 還要這麼大的 裡面就是有些像pizza餡的東西 挺好吃的 在拿玻璃 可能大家還會想起馬拉多拿 所以這條街 整條街都是賣馬拉多拿的東西 也是很多遊客會專程過來 參觀和朝聖的地方 然後我看到這一間 火車站的時候都已經見過了 然後看到很多人買 就買來試一下 哇 最後一次我們是德國吃那個炸凍 那我已經回到的 周居勞動第一站 我來到Positano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眼前的景色 因為這裡就是出名的檸檬 你看到整個街道 都賣很多檸檬的手信 所以我們當然就點了這個 它是市都不便宜的 要80元港幣 登登 這裏應該是雪巴 不知道是幾餐的pizza 我們要來點這個 因為這塊東西 我這幾天在南二 實在見過太多次了 這些呢 好像經常見到 這塊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哇 究竟是什麼呢 檸檬的威化餅 是它出名的檸檬仔的味道 挺好吃的 嗯 挺新鮮的 因為它的物價真的很便宜 好 今天已經是我們在意大利的最後一天 我們如果帶來意大利 真的沒有選7、8月 因為真的太熱了 你的體驗感會下降了很多 太熱的天氣 或者我自己去得最開心的話 應該是佛洛倫斯 因為它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快樂 給人的感覺 會舒服一點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辣玻璃是不是很亂 很髒 我覺得亂和髒 又不只是辣玻璃 意大利很多地方應該有這個問題 它給我幾驚硬 就是我們剛好去那幾個地鐵站 都很漂亮 好像完全是翻身過 甚至是設計過的地鐵 第二個刮目相看的地方 就是它的物價 大家都說難以的物價 會便宜一點 現在真的便宜很多 起碼便宜一半以上 所以我們明天會回香港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已經很累了 今天都沒有化妝 所以拜拜